字幕提供 經過了兩年的準備 我們看一下使人終於互相撐鬼啦 請大家持續給予更多支持 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好像吃依蘭拉麵喔 可是我都叫不到外送了 登登 你家有依蘭的泡麵 那你知道那個鬼晶棒嗎 我每次都想去吃 然後我都每次都吃不到 登登 你也有鬼晶棒的拉麵 這是泡麵耶 鬼晶棒什麼時候有吃泡麵 我都不知道耶 我跟你說我上次去東京 吃到那個阿芙里我真的 你也有阿芙里 而且既然是辣的阿芙里耶 你是拉麵小叮噹王 這是什麼 耶 全部都要吃 歡迎收看看一下食言 今天我們要來試吃 8家日本排隊名店的泡麵 怎樣才是好的拉麵的泡麵 有層次 泡麵來說算是貴的 所以我覺得必須要吃出它跟泡麵的差別性 對 麵條也很重要 拉麵店要怎麼在泡麵裡面還原他們的麵 這個蠻重要的 還有我覺得就是 能不能保留它的特色吧 如果從裡面還是可以吃到它的特色 那我覺得它真的是非常用心在製作這個產品 這8家真的都是我自己個人非常喜歡 究竟這些拉麵名店做出來的泡麵吃起來是怎麼樣 一煎一煎解決它 第一個 一蘭拉麵 日本人對於一蘭就是如此 受歡迎是一件非常疑惑的一件事情 日本的一蘭店排隊的都是外國人 總之呢一蘭就是成功代持了一股潮流 我有吃過台北一蘭大阪一蘭東京一蘭 標準化到一個極致 非常多調味包 A B C耶 好貼心喔 倒進去四分鐘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因為我去一蘭 辣椒都會點比較多 所以它這個不能挑 這碗其實快兩百塊沒有配料 麵條好像比較沒有那麼有彈性 有一種麵心會過硬的感覺 但是湯頭很讚 欸這個我很想要自己加飯 二號選手我多一雙 這間店個人是沒有吃過 可是呢好像也是非常排隊名店 然後它不是什麼連鎖店 所以就是更加的珍貴 據說它的特色就是它的臀骨味 有點偏臭 腳臭味那種 它的泡法很簡單欸 兩分鐘就可以了 太快了吧 在日本如果是貼在上面的 是你泡好再加的 不用一開就加進去 欸 真的臭欸 這個真的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味道欸 臭死了這一種欸 其實吃的時候沒有那個臭味 它的麵筆依然更細人 它的麵就不會讓人覺得太硬 我覺得它的那個臀骨的味道 是最後面才會出來 都是油膩型的欸 跟我想的不一樣 欸那剛剛那個臭味去哪 奇怪了 我已經融合了 我跟那個臭味融合在一起了 哇 這個肉很像真的叉燒欸 湯頭很厲害 非常有層次欸 抽下去的時候是非常溫和的 豬味也是在後面才出現 那我現在要來泡這個 面創房無敵家 我覺得無敵家最特別的就是 它的海台上會寫字 還沒有去吃過無敵家之前 都以為那個字是自己 通常去 然後我去的來泡這個字 竟然是上面真的有欸 而且有中文你知道嗎 我發現它裡面有一塊 神奇樂的東西 很像梅子片 它是叉燒 這個一樣是最後再加 加入液體 要五分鐘欸 好久 好 這個麵感覺非常的粗 這個麵好粗喔 好像比我去現場吃好吃欸 我記得無敵家的本店也是非常濃郁系列 上面有一層 有 太濃厚了 我比較喜歡這個欸 好像在喝牛奶喔 裡面有筍乾欸 而且我覺得它的麵 捲曲程度非常大 所以可以吸很多湯汁 這個泡麵真的比我去現場吃好吃欸 真的是叉燒欸 有彈性的欸 可是它有點太薄了 上一家比較好吃 接下來就是進行這個 旁邊的人吃什麼 最愛的阿芙莉 阿芙莉 萬歲阿芙莉 但是我這個是辣多 那個辣程度五 欸你阿芙莉也好好泡喔 欸你阿芙莉也好好泡喔 很辣欸 它怎麼辣是有層次的辣欸 你不要什麼都阿芙莉好喔 阿芙莉最有名就是柚子眼拉麵 在阿芙莉之前 這種清爽氣的拉麵非常少 我覺得阿芙莉算是一個 開啟拉麵的一個新時代 Oper 天天有狂粉喔 不好意思大家 而且我覺得阿芙莉的那個店面的感覺 也跟其他的拉麵店不一樣 比較fashion一點 新穎的感覺 這是辣油吧 柚子的味道一直都還有 其實是辣味的很厲害 你看它的counter 有種圓喔 給它清爽入鮮 不會沉辣 好吃 好吃 好吃可是蠻辣的耶 你們不要親密嘗試 它的辣算是蠻直接 可是不會讓你嗆到 很有層次的 你依然吃得出它的那個柚子眼的湯頭 然後再吃到辣這樣 好 好爽喔 我真的很喜歡它的湯耶 我覺得麵條好像跟它的拉麵變得不太一樣 可是我覺得是它故意的 因為我剛剛在泡的時候 我發現它的麵條都切很短 你看超短的耶 不會有過硬或過軟的問題 這個我給予相當高的評價 唉唷 來自東京的麵屋一燈 麵屋一燈在台灣也有店 我很喜歡它的雞擺湯 而且我很喜歡一燈的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只有女生去會有冰淇淋吃 不知道為什麼耶 但我很喜歡這個傳統 我一直吃到超級檸檬片 魚介雞擺湯 有魚的味道又有雞的味道 有魚的味道 不是嗎 不是 不是很燈啊 但是還是這麼好吃 這名阿富里不需要這些東西好不好 它很勾耶 喔 這好像在吃會飯 這是今天目前最濃的耶 欸它麵好不像泡麵 對啊好像會麵喔 很像羹湯 欸我覺得這是我現在吃到最特別的 2017年剛融獲米奇麗星的明龍蛋蛋麵 這個我沒聽過耶 它的麵太像麵線了吧 好細喔 然後它有非常多粉末 芝麻醬的調味料 蠻特別的 我覺得這個會很濃厚耶 芝麻味好重喔 好像會吃麻醬麵喔 它的麵好酷喔 超不像泡麵的 你看那種新鮮的麵 像小當家一樣 一咬的時候它就每一個這樣 不像拉麵也不像泡麵 這是什麼東西啊 麵麵 我覺得它的蔥都是Amy的 真蔥耶 它有一點微辣 然後芝麻香 對還有微辣 辣蛋的芝麻香 它的肉是那種肉糙的 就是蛋蛋麵那種 它的那個湯頭很有層次 因為我們一般台灣吃芝麻都是吃麻醬麵 然後就第一次吃到這種跟湯混在一起 然後又辣 然後又有點酸酸鹹鹹 今生到底沒吃過這個味道了 鳥 第一個拿到米其林的拉麵店 然後它之前在台灣也有開 可是最近好像有關的 筍桿是這樣耶 這個叉燒 我覺得大家的叉燒都很酷耶 它的麵體也很酷喔 感覺很薄耶 我覺得大家都有認真在還原拉麵的樣子 然後發現它只有398卡 厲害很低耶 好香喔 第一間單純醬油 它超像 現場直接拉麵 欸不是耶 麵也超像的 麵好不像泡麵喔 這兩家米其林店的麵體都是做的最好的麵 這個我認同 而且它的湯魚介味好重 但是又是輕的 這個如果好好擺盤 真的會是拉麵 其實我們就去開這種拉麵店就要 真的 它的麵很滑 怎麼塑造的啊 我喜歡它的筍桿 就是真的 真的筍桿 可是怎麼感覺有松露味道 它聞起來有松露味道 醬油有松露耶 好難拼命 每天都很棒耶 鬼經棒也是 台灣的超排隊完全吃不到 這個應該又是辣 鬼經棒是拉麵 它的味道跟別間拉麵店的味道完全不一樣 有個心象料理 對有個心象的味道 為什麼我覺得很像泰國料理啊 香薄辣 而且它又濃又鹹 麵就是捲麵 色素是泡麵 很像阿Q銅麵的那種麵 但是我覺得它麵也是好吃的 它的辣 真的 這就是鬼經棒 這怎麼跟我想像的不太一樣 很不日本耶 這怎麼味道還是很輕 這很泰國啦 非常的香茅 好 結束 啊好飽喔 好飽喔 吃太多了 蛤 是咖怎麼賣呢 喔那咖 喔那咖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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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飽 今天吃了八間排隊女店 最讓我驚豔的是 咖一把 從來沒有吃過泡麵有這種口感 所以我覺得真的太特別了 超越我對泡麵的想像 最好是可以一直吃長輩的泡麵 是阿Q銀 最普通真的是一蘭 我覺得一蘭你這樣不行 沒菜也沒肉 然後麵體還沒有還原的很好 所以不需要嘗試的是一蘭 我就是明龍跟鳥喔 因為我覺得這兩個吃起來很像 直接在餐廳吃到的東西 然後明龍我覺得它加了那個芝麻 那香甜粉 我是覺得它的層次很厲害 我覺得我蠻喜歡一蘭的耶 很臭但是它很好喝的 還是因為它接著一蘭 所以讓你印象深刻 哈哈哈哈 為什麼一直詆毀一蘭啊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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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一蘭還是有它存在的意義 我覺得每一間都很棒 可以看我們拍的 然後去找你想試的來試 我好飽喔 我真的好飽喔 可是我覺得吃了還是很好吃 對